大家早安 我是Zoe 然後我今天不要談心 我在生日中在講兩件事情 然後第一件事情呢 我先講我是誰好了 我現在在開出我無教基金會的框架下 執行一個他們跟Moda在做的計劃 然後我同時也是Dogero的成員 然後呢 第一個我要介紹的是Jo松的製工品證計劃 那我今天介紹的這兩個題材 它都是為了要激勵開源社群的基建的建設 所以呢 第一個計劃是針對八十十二月的大松的貢獻者 不管你是職工還是當天的職工 或是松前哈拉的貢獻者 我們都會幫你發一個Hypersearch 那這個東西它是在區塊鏈上的 它是一個影響力提升 它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拿到的這個NFT 它是一個ERCEU的NFT 它就會長這樣 然後下面會有你這一次的貢獻是 我是這邊先簡單列了幾個 就是你是在台灣Dogero Joe松 然後你放了一個Hepathon 然後還有你的貢獻時間 那你拿到這個NFT可以幹嘛呢 它是一個在你的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你的影響力是可以事後被資助的 就等於說我現在 Joe松發了這個NFT給你 然後你在事後你是可以用這個NFT再去一級市場做買賣的 就等於你是事後被贊助 那如果你很排斥區塊鏈這個東西 你覺得我不需要 那這一次你可以放棄這個資格 或是你捐給Joe松 就讓Joe松他等於說他拿了這些NFT 讓他有另外一種可以被資助的管道 然後可以讓大家來用這個新的形式認養大松 然後這個QR Code 我等一下會放在我的電腦上 如果人家志工的有休息時間都可以來找我 然後我們會在大松結束後的一個禮拜 把這個評審發給大家 然後再給我30秒 我還有一分鐘嗎? 好 就是呢 我還要介紹一個計畫 這是一個對社群的實驗 就是我們跟蘇法庫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規劃了一筆資金 然後這個資金要對開源以及開放資料的專案 去做一個回溯型的公共投資 那什麼是回溯型公共投資呢? 就是針對社群公共財的專案 原本傳統的投資 他是在事前的時候把資金溢出到專案裡面 但是我們現在要實驗的是下面這一種 我們在事後才投資 就是你的專案做完之後 我們才會把自己溢出到你的專案裡面 然後這邊我用一支Vitalic的 在庫路格裡面寫的話 就是 It's easier to agree on what was useful and what will be useful 所以 這就要可以簡單的當畫 上面剛剛那張圖 好 那 這個hyper search 就是我剛剛 就是它的原型 它空白的話就找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 放置所有工作跟賤情圖上去 然後這次match 4裡面總共有40萬的資金 然後報名時間就是此時時刻到下午來9月2號 然後我久以後就會公布入選的名單 然後這次我們會收8組提案 然後因為時間跟資金有限 而且我個人的工作量有限 所以呢 8組 然後你只需要跟我講 你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類型 你現在做到什麼進度 然後12月初的時候 我們會辦一場平方投票法 那40萬的資金分配 就會依照這個平方投票法 去分給各個專案 然後有問題都可以email或是slap找我 謝謝大家